第十七題,下列關於道爾頓原子說的敘述,下列各項敘述何則正確? 假,物質由原子組成,且原子不可分割是對的,道爾吞的原子是不能夠分割的 以不同的元素的原子,其質量和大小都不同,這個是對的 道爾吞裡面同樣的原子有相同的質量,相同的大小,不同的原子有不同的質量,不同的大小 丙,物質發生化學反應時會伴隨舊原子的消失與新原子的生成,這個是錯的 我們的道爾頓的原子說,化學反應只是原子的重新排列組合,其種類及數目皆沒有發生改變 丙的敘述是錯的,丁,物質發生化學反應時原子會重新排列,這個是對的 而其種類跟數目沒有發生改變,物質的體積大小可視為電子的活動範圍 那麼這個是對的,因為我們把那個電子在外圍的活動範圍就視為原子的大小 所以我們對的答案有甲,乙,丁,物質的體積大小,可視為電子的活動範圍 所以第17題問我們說,下列各項敘述何者正確,我們答案選的是B,甲,乙,丁